一人NoNo陈轩玉去年6月家暴曾对女生性骚、性侵 累积超过20位被害人 而直播主小红老师也是受害者之一 她不仅开记者会公布NoNo受刑 还带着多位受害女子前往法院提告 官司仍在进行中 时隔9个月 网红冯玉婷就在脸书曝光NoNo的近况 除暴瘦20公斤外 还常常在屏东的一间寺庙忏悔 冯玉婷贴出两张照片 可以看到销售一圈的NoNo 诚心闭眼跟神明祈福 冯玉婷表示该照片唯独这提供 她说根据可靠消息指出 她都在屏东一间寺庙忏悔 还暴瘦20公斤 NoNo平时对于庙慧活动就很热衷 问神明如何看待她 连宇捷满事不屑 此前NoNo的性侵案在去年12月 有三件被认为罪证不足 一步起诉处分 不过其中两名告诉人申请在意 高检署审查后认为侦查不完备 目前